马太福音 第一章 耶稣的家谱 法勒斯生希斯伦 希斯伦生阿兰 阿兰生阿米纳达 阿米纳达生拿讯 拿讯生撒门 撒门从拉合士生波阿斯 波阿斯从路德士生额贝德 额贝德生耶稀 耶稣生大卫王 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所罗门生罗波安 罗波安生阿比亚 阿比亚生阿萨 阿萨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南 约南生乌西亚 乌西亚生约坦 约坦相阿卡斯 阿卡斯相希西家 希西家相玛拿西 玛拿西相阿门 阿门相约沙法约沙法 巴比伦的时候 若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 迁到巴比伦之后 耶哥尼亚生撒拉铁 撒拉铁生所罗巴伯 所罗巴伯生亚比玉 亚比玉生以利亚境 以利亚境生亚索 亚索生撒独 撒独生亚金 亚金生以律 以律生以利亚撒 以利亚撒生马旦 马旦生雅各 雅各生若失 就是玛利亚的丈夫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 是从玛利亚生的 这样从阿伯拉罕到大位 共有十四代 从大位到千至巴比伦的时候 也有十四代 从千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 也有十四代 玛利亚受圣灵感动怀疑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 记载下面 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药室 还没有迎娶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人 他丈夫药室是个义人 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 想要暗暗的把他幽了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 有主的事者向他梦中显现 说 大位的子孙若失 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他所怀的人 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女救出来 这一切的事成就 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 说 必有同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来尼 以马来尼翻出来 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若失省了 起来 就遵着主事者的吩咐 把妻子娶过来 只是没有和他同房 等他生了儿子 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给他起来 这边就要在这里 没什么呢 没什么呢